欢迎回到可不可以看 我是gevin 我是阿体 那今天的主题呢 又回到布袋系主题啦 今天要聊的是 其实蛮跟时间上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这一周录的时候 刚好遇到一个全新预告片登场 对就是树桓真大电影 我记得当初树桓真大电影的消息 应该两年有了吧 有哦 莲花蛋 对那个时候的前导片 对那个前导片还很精彩 是魔吞不动成的麒麟星版本的树桓真 然后他讲了一句话 就说就算刀剑在手 哦对他放了这些旁白 对就是树桓真经典名言 然后这一句话请大家去听 我们上一集的podcast 对 我们讲到金钟奖的戏剧名言 对在做工的人嘛 对也有讲到这句话 其实这一句话真的是 我还真很代表的名言 是 那就是你们有在看一般戏剧的话 我觉得做工的人也会蛮适合你们去看的哦 嗯 对 很推荐啊 很推荐 那再讲到电影 电影真的是要这样子 好我就直接直白一点讲了 一拖再拖 对 原本是说预计2020年要登场 对原本的预计是2020 然后我觉得不是疫情打乱的节奏 是据我们的线报 连拍摄都好像有点delay到 应该说可能会有很多想法 那就会变成说在拍摄上一定就会有一些很大的改变 我觉得这也跟觉得PD布袋西他想做的事情有关 因为他们想做的事情很多啊 好比说在2020年的 是2020年那一次的发表会 就是年度发表会他们有讲到他们想做的系列很多 比如说PD英雄战记 比如说东里剑游记 以及说少年李白 对 天生我才必 怎么用 天生我才怎么用 对那这些内容里面 他都是在每周要看两集的布袋戏 还要出这些内容其实蛮多的 是 就是他们要做的很多线的发展啊 那就变成说一定会 会有一些时程上就真的会比较感攻 尤其大家可以看到PD英雄战记 其实他的呈现方式已经跟本剧不太一样 甚至说 你从一些细节来看 他其实比本剧精彩 就是精致很多 不能说精彩啊 就是精致很多 那精致的方面可能 比如说场景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像 新版的琉璃仙境 对 对其实在 那时候素婉珍在 轰廷剑海路重新登场的琉璃仙境 对是把翠桓山 还有琉璃仙境合而为一 然后那时候的场景 没有像农村摄影那么的精致 我觉得没有那么惊艳 就会觉得 就是一个平面的场景 对 但是到PD英雄战记 也就是刀缩艺术 蝶龙之乱的琉璃仙境 它是有一个景深感 就是它有点像是 素婉珍走进去一个 屋内的感觉 对它有门口 有庭院 也有它的内景 对啊 我觉得有室内景就加分 对啊 而且室内景有空间感 我觉得这也是 布埃西在拍摄上面 很难突破的一件事情 好比说我们现在在看的 辟邪玄黄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蛮多场景其实就是一个 类似我们说的2D场景 就是我们一个镜头看过去 它会是同一个角度的 对就是这样子的 对啊 最近证据有室内景的角色 应该就是莫兆努的新竹青草吧 对新竹青草 有门口有庭院还有内景 对可是它内景也没有像琉璃仙境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琉璃仙境 它是可以变幻境味的 而且它变成说它是一个摆 很好用的室内景 各种室内景都是用那个改的 大家可以去观察看看 对那也是因为拍摄啦 我们可以理解说 其实在每一个场景它要考虑到重复性 对 所以其实我发现从天津高峰时期开始 是 那时候应天皇朝 哦 那个场景我想说这叫皇朝 就是两个屏 两个屏风当成一个皇朝 也实在没办法跟龙城圣影啊 甚至天子传奇 对啊 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室内景 对 那我其实觉得 其实这就是布莱西开始在转变 因为第一个 我们要用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幅度来改变这些内容 所以就变成是考验美术组 它如何用哪些元素 来凸显这一些组织内容 那其实这边刚好提到这些就是 我们会蛮期待大电影呈现的感觉 第一个是 我们希望它的场景会更壮阔 因为毕竟大家应该有看过 呃有些幕后花絮看到 呃东里的幕后花絮就可以看到 嗯 呃那个应该叫特别拍摄组 就是他们拍摄的 就是土库片场 土库片场特别的大 对 所以他们光是高度就有差了 对 然后也尤其他们 我自己观察到布莱西的场景 有点像 土库拍摄来说 他们可能是一个场景拍完 才能拍下一个场景 就好比说我们就讲 一个 一个场景好了 我们就以 前面刀缩艺术的前面六集 有出现的 那叫什么 通窑池 哦通窑池 对啊 那个场景只有出现 几幕而已 是 然后可是其实场景也是蛮大的 蛮大气 神残宫吗 对啊 然后以及说 那叫另外一个 金阳圣地 对啊 十三圣殿也是一样的道理 对啊 那我们会 蛮看好 应该说我们会蛮期待 素环镇的大电影 这一部电影 他会如何呈现所有的场景 尤其我们现在看到剧照 我们就觉得 那个场景跟当初圣食传说 有点像 圣食传说是在实景拍摄 是 然后这边也可以提到一个是 有一段时间布袋戏证据 也有在实景拍摄 对 那个时候是霹雳迷城 对啊 那我觉得那个就可以感受得到 哎 气候的不同 那我觉得现在 就像我们在看漫威电影 他们基本上 其实他们都在棚内拍摄 对 可是他会让你觉得 哦 我现在在室外 这是后制吧 后制的厉害 那我觉得大家也要慢慢接受说 其实蛮多东西 我们会靠后制取代 因为必须要保有 实价流行度 当然我们还是喜欢以前的元素 这是可以继续喜欢的 那现在的我们也 毅然决然地接受 这样子 是吗 是这样子用吗 就是与世推移啦 对啊 与世推移 那我们看到 这一个大电影的预告 其实应该来说 他没有预告什么内容 他就只是亮相一下 哎 素环珍 而且好像是 副董配音的吧 对啊 看起来应该是 而且他声音导演跟口白 都只有写副董 对 很猛耶 等于整部电影都是 黄文哲副董耶 对啊 黄文哲副董配音 那我们就会期待一下 但是 我觉得这个也会 突显到一个问题啊 是 我觉得蛮资深的戏名 或者说 一直以来有关注 不爱戏的人 是 他们都会说 其实 副董的声音 其实一直以来都 以前算是很 很精华 很巅峰 可是近年来 我可以说 从霹雳奇象开始的 一夜数的声音 就跟霹雳冰险时期的 一夜数的声音 就不一样了 对 就是 那时候也有看到 金光大侠 有讲过一句话 是 他每一年 他在听黑白杨军 他自己配音的声音 都会降个几度 就是 他没办法再撑到 原本那个最高音的时期 因为 真的很累 很累 尤其不止霹雳不来戏啊 尤其所有不来戏的 配音来说 是 他们都是 单人配音以外 他们还会是 同一个场景 好比是 说 出现的人有 大概五个角色以上 同一个时间 等于不懂他要随时切换 我现在是素环真 我现在是一夜数 我是夜小猜 我要把这个声音 一次演完 是 他不是说 像我们看到 可能像日本声游 他们表现 这么丰富的情况下 是 他们只要演艺一个角色 对 他们是艺人专人一个 而且只要演完 那一个人的部分 这样就可以了 对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在不来戏来说 算是 从刀朔艺术来说 是 他就做一个小突破 因为第一个 多人配音 多人配音 所以每个人只要 负责好那一个角色 对 那我觉得这就是 与时俱进的部分 那这一次 一样保留最传统的 单口配音 对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会期待是说 呃我们刚才前面 会特别有讲说 副董的声音会 会不会分别度 就没那么高 没有那么高 因为其实 近期我们在听 证据 证据来说 就是避邪宣黄 有些声音 你其实有时候 会会 闭上眼睛 没办法太过 明显的分别 谁在 是 谁在说话 那我觉得这一点 不是在怪副董 而是他工作 那么长的时间 对啊 而且每一个礼拜 要拼两集 对啊 等于两小时的片长 那个是多需要 多长的时间 尤其有一段时间 大家应该有看一些 幕后花 就是 有加入霹雳会员的人 有看过幕后花絮 是 有一段时间 布爱戏的拍摄 他们有所谓的参考音 就是 现场参考音 对 那最早以前 布爱戏演出是 副董先配好音 对 然后现场就可以有 直接依照 直接用副董的声音来配 那我会特别提到这件事情是 之前有一段时间是用国语的方式 那等于是说 国语跟 我们现在讲话的方式 就跟台语讲话的方式 不一样 一定有差 而且语速也不一样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听那个 声音其实听得有点辛苦 对 有人说 像上次有人就有说 在线魔王风的时候 玉璃金 念试很赶火车 大概十秒念完一首诗吧 这个其实 太快了 对啊 真的不行 但是因为现场已经拍摄好 副董当然跟不上这样子的语速 是 那好像后面我们观察到其他末花 好像又变回台语了 所以最近的口白又开始回稳一些 但是 当然我们刚才 还是希望副董可以好好保养 因为有些声音真的 如果没有那种特殊效果 我们很难分辨说 谁 谁讲话会是怎样 尤其有一段时间 可能是声音后制上没有注意到 有些该讲话有A口的角色 都没有了 对 那我就会觉得 我更没办法分辨谁是谁 是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在电影里面 让副董可以好好发挥 他每一个角色的情感跟方式 我觉得可以用一种 像我们刚才前面说 每个人只要负责单一个角色 也就是说 副董他可以先配完素环真 或者是 对 就是先配完一个角色 再配另外一个角色 对啊 这样他分别度就会比较 会比较可以去分别啦 对啊 就好比说 我们看到大纲里面 好像有八指麒麟 这个号称 最 最不厉害的师傅 对 我其实想了好多个名字要形容他 可是 我没办法好好形容他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就问过我爸这一句话 为什么八指麒麟是素环真的师傅 可是他看起来好像没那么厉害 而且 那时候素环真还不是用素环真的身份怎么跳 对 然后还可以 还可以让那个 就是 就是所有人以为他是八指麒麟 对我真的觉得这个 这个徒弟 我要是有这样的徒弟 我应该也很头痛 对啊 然后 当他知道是素环 就是两个人相认身份的时候 两个人那个大脆够好像素环真才是师傅一样 就是他一直在噎他的师傅哦 对啊 其实我觉得 八指麒麟还蛮可怜的 遇到一个这样的徒弟 而且八指麒麟算是死在路边 哦对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死在路边是他死了其实也没人记得他 好比说无忌天子跟八指麒麟都是相继死亡 就会让人家觉得没有人记住无忌天子八指麒麟 都没有人记得他们两个死了 对啊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在大电影可以补足 其实素环真的以前人际关系 在他出道以前的人际关系反而会变成是这一部电影里面的看头 嗯 对啊 好比说他跟谭吴玉的最早以前他跟谭吴玉是有余亮情节 对对 他们两个是有点不对盘的 啊 其实这一边说到谭吴玉 我不知道你最近知道有没有有一个漫画 是霹零英雄战记系列的 嗯 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以谭吴玉为主角 哎 我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蛮多 可是我没有去翻过 因为我知道好多内容啊 一个是叶小财 是 一个是人见白狐 是 然后一个是齐路人 然后你说谭吴玉 好像是他有免费试悦的内容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会特别挑这部漫画 是因为我发现在第一集出现的那个素环真 其实造型就跟电影版的是一模一样的 是那个吗 就是2020年那个时候预告片的那个素环真吗 哦不是 是出现在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那个商品 有一个桌立 就是白变素环真 我有买 有一个造型就是电影版的造型 那那个造型就是跟他漫画里的造型一样 所以我想或许这个漫画剧情是跟电影是有点关联的 所以漫画先爆雷 嗯 我不确定是不是爆雷耶 因为我发现这两个造型是一样的 那是在演一样的剧情呢 然后会电影一样演出来 还是说漫画是补移电影的内容 这我不确定 嗯 因为刚才我们就讲到素环真跟谭无欲的雨量情节在剧情里面 对 蛮 就是蛮 蠻 变变变的啦 对对对对 还记得这个台词吧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他们两个有一个互动 谭无欲就是很爱就是要针 就是明明他是诗底 但是我就是我没有 我也没有比较差 对就是他没有要认你是师兄喔 对 他就会说比如说像素环真就会说对啊 所以像素环真跟谭无欲他就会说哦不是 是谭无欲跟素环真 我觉得这蛮就是以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他是蛮可爱的行为 对 以及说这蛮日常生活的啊 对啊 因为你不想输一个人但会很计较这些内容 对对 那个先后问题他就会更加的去仔细的去观察到 尤其谭无欲其实也是算是素环真呃角色历程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 因为第一个大家有看过冰封街也相信谭无欲真的是可以撑起没有素环真的一片天 对所以为什么他掌握另外一个半变天 对那其实我必须说早期的谭无欲的剧情是依附素环真而存的 对 对就是你看我们讲说从他们出道以来 素环真一登场的诗是半神半圣义半仙 对那谭无欲呢 真神真圣义真仙 你看就是硬要呛人家是半神 你就是真神 对 哦你看那光师好我哥听到就说这个人跟素环真有什么关系 我说他是他师弟 那绝对有关系啊 对对对对 就光听就知道说那两个人在事前的比斗 而且说最早以前素环真刚登场的时候有文武卷 对 还有风云露 对这两个天下第一 诶看到金光有天下第一 这其实是 甲子鸣人铁嘛 对像是算是相关的剧情 对 就是同样都是真天下第一到天下第一毒等等的 对他们是个别都有争夺 然后他们就是会写写出一份名单 他们认为了天下第一 然后来PK 然后从PK里面他们还会下赌注说 如果我输了我就要吃毒药还是干嘛 对 或什么样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大电影里面 应该要帮素环真跟谈无欲这一个 这种就是生病生的那种 对这个过程可能会演出来 应该要演出来啊 因为毕竟他们两个同时去拜师吧 我记得以前我看过片段 因为我也没什么印象 我记得那时候他们拜师的 拜师前 诶是拜师前还是拜师后 其实是拜师后 你要讲的是宇文天跟那个 对对对对对被戏弄那一个片段 对其实是他们两个已经学成 对可是那个时候的 昂暗还是小孩子 对他们用小孩子的形象 对所以大电影他把所有东西 在监视的话 诶会不会我们熟悉的角色会登场啊 好比说宇文天 好比说宜献身 好比说嗯 好刚才有讲到无忌天子 我都会蛮期待这些角色 会不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 甚至说诶即便他都没登场 会用怎样的方式来 带出他们的故事 是 因为其实我发现在做 素环真大电影这一件事情来说 有点像是 霹霓他想要缔造另外一个宇宙的概念 对有点像漫威啊 他们想要 漫威DC啊 就是希望让原本的漫画连载 还是继续化 是 可是你看的电影是 可以让你快速入手 让你认识这一个人 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 然后再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观 这就跟刀缩艺术是一样的 刀缩艺术用前面20集 让你怀旧一下以前的剧情 如果现在的呈现方式 然后后面就开始慢慢的 有点像温水煮清 我们开始慢慢改变剧情 是 我让你加入新的元素 让你知道说 其实这样子才可以接到 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那素环真大电影 我相信他就是做同样的行为 因为第一个 布埃姓名相对来说 很熟悉素环真 那一般民众 我们有一支影片有提到 每个角色都是素环真 那这个部分呢 会不会让他们更促进 知道说素环真是这样子 尤其我觉得大电影它的 我们不敢说布埃姓的热度 是跟以前一样的 不是那么风靡 对 因为毕竟在《盛史传说》 那个时候虽然有很多话题性 对 那也的确创造当年台湾最高票房 对 就是两亿 那时候 就是国片来讲的话 国片来讲 因为后面再突破的 其实就是海角七号 对 其实经历很多年 经历很多年 那之所以会爆红的原因是因为 当时大家还是在看布埃西 当时大家会好奇 布埃西如何攀登大电影 是 而且是首部啊 对啊首部啊 它是个里程碑 尤其布埃西也 当年也做过很多常试啊 演过舞台剧 我现在回想起来 那个舞台剧蛮精彩的 对 不过那舞台剧 其实也是因为电影后 才又在赶制作这个 狼城圣影 所以它的 狼城遗云 啊狼城遗云 我刚刚说狼城圣影吗 对狼城圣影 搞混这边 对啊 所以其实布埃西 它一直在做突破 那我觉得今年的突破 我们希望 大家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 来去看这一个电影 对 因为第一个 它不再是像赤製作人说 它可能类似一个 方拐片 一个 剧场版 剧场版的感觉 它本来就是 我要让你认识素兰真 我要让你知道素兰真 这一个人是谁 对 所以这个 角色切入点 就很重要 所以编剧 诶 由我们的董事长 亲自执笔 那也会让人家 蛮期待是说 因为毕竟早期 我没记错啦 在霹雳孔雀令以前 都是 董事长自己写的 甚至说更 应该是说早期 五年的剧情 全部都是他写的吧 对 在霹雳这个剧集来讲的话 不过你刚刚提到 孔雀令的话 它是唯一一部 不是 是 黄强化粉针写的 是他爸爸写的 哦 所以连配音 也不是 对 所以那 你有发现 霹雳孔雀令 没有素缓针 哦对 因为 那时候是河山色的 时期 就是孔雀皇朝的故事嘛 然后还带出了一个叫 它就是后来的素缓针 嗯 它叫什么 脸我忘记了 本来是一位 和尚 是一个国师 然后 我确定不是在监光以后吗 对啊 那为什么它是 为什么说它是后来的素缓针 因为 你还记得素缓针有 就是把自己眼睛 还是哪一只手给砍掉的 那一段吗 嗯 它为了取信欧阳上之 所以它做了这个牺牲 来让欧阳上之认为说 哦 素缓针真的是 头尘了 它真的是效忠我了 但其实是它补的局嘛 嗯 那你没有好奇说 为什么 它把自己眼睛挖掉 一个手砍掉 那它怎么会复成 后来批剑魂这个样子呢 嗯 因为有人捐赠器官给他 哦 就是我讲的这个人 但是我忘记这个人叫什么名字的 大家可以 补移一下这个部分 那 其实讲了这么多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套用这些 既有印象来去看这部电影 所以 用一个最熟悉 素缓针的编剧 来写这一段剧情 那大家应该 可以有一些新鲜感 因为 没有人比 黄家华董事长 更了解素缓针吧 对 可以这么说吧 是 对啊 那素缓针会用什么样的面相 来跟大家呈现 我觉得 明年春节 好好进西院 是 那我现在最大的梦想是 霹雳可以邀请我去看首映 哈哈哈哈 不过 想要刚刚讲了这么多旧人物 像 欧阳上智 嗯 好像也蛮期待 他会不会在电影出现 可是 欧阳上智 跟 在霹雳金光有增长吗 没有吧 其实他都 有啊 他一直都增长啊 他一直都是一线生啊 他不是交换身份吗 只是 我们没办法确定哪一个一线生 是 欧阳上智取代的 但是其实 一直以来 或许 都是 欧阳上智 我对 欧阳上智的最大印象 他是一个 比较 枭雄性质的角色 对 就是 比起现在坏蛋来说 他是有一个 统治武林的 理想跟 对 他是个 魔略家 对啊 而且也很肯牺牲 对啊 他跟素缓针的拼比 真的是比很久 那你这样子讲起来 对耶 他会不会 会从一开始他就留意到素缓针这个人 或者说 从哪个 因为我其实也没印象为什么素缓针要对上欧阳上智这件事情 其实从霹雳的证实 证实 从霹雳的历史上来看 欧阳上智跟素缓针很早之前就认识了 但为什么会认识 就是你还记得180年前的那个传奇故事吗 哦对对对对对对 对那边他邀请的就是其中一个人就是欧阳上智 那欧阳上智在这个时候就认识素缓针了吗 还是之前他就知道了呢 我这个就无从考证 我记得是欧阳上智开会吧 呃其实是素缓针找这些人来开会 因为这些人当时是武林上的就是大门派 嗯 然后他要的是要这些人退营 才不会有 就是才不会有武林的 而且素缓针到时候还抓钢 对去红掉一座山嘛对 但是后来又证明说那是怡先生 把他事先买好地雷 真的是好伙伴 对那 就像刚才说的180年前的故事会不会再去 对那会不会接 会不会接到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期待的地方 对啊 因为你当时想起来我才想到 霹雳奇侠中有把这一段重拍过 对啊 诶真的好多剧情可以讲 那 希望大电影可以让我眼睛为之一亮 对啊 但也有可能我觉得素缓针大电影可能也会走比较真的是浅赚 或许我们刚刚讲的这些 他都不会呆 对啊 对也有可能因为照这个大纲看来 他演的好像都比较会是素缓针年轻时 还没成名之前 求诗前的事情 对或许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求诗后啦 因为他都特别得到8子麒麟了 哦 那可能就会只是说 待他在求诗之后 在出道之前 他发生了什么事 嗯 对 或许 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么多剧情 也有可能都不会带到 嗯 但可能这些人会不会成为彩蛋啊 出现一下啊 对啊 就像那个 西游选歌 林雪鸭没有戏份 可是他在最后出现 诶 说书人 对啊 对啊 我觉得这个安排就很好 对啊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大电影了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 是 我觉得我必须要提到 我看到 上面有特别把这个当成一个主打 我也会满期待 是 配乐是由张卫帆老师 对也就是影剑四七老师 对啊 其实 我有看到网络有一个言论是说 影剑四七老师的配乐 没有什么记忆点 那我必须说 大家回去听圣子传说的专辑 去听东迷剑游记的专辑 是 其实这些专辑里面配乐 他都没有重点 对啊 就是他真的就是BGM 对他就是一个配乐 而他要求的就是整体的张力 因为大家会记得是片段 反而有些人不一定会听配乐 我发现 对 对啊 那我觉得张卫帆老师在 呃 我开始对他的作品有印象 应该是仙魔奥峰时期 他的作品就开始大量的被运用 好比如说 大家最喜欢的天机的天行日乐 哦那个有唢呐那一首 对对对对对 现在只要有唢呐 好像就是一个品质保证 对 卫帆老师在PGM的作品 我比较多有印象都是像 地鸣系列 呃我觉得张卫帆老师的配乐 他的成本可以让人家看得到都很高耶 对 因为那个时候他都会po一些类似像 幕后 幕后花絮 然后他都是实际找人演 那我们可以知道以前 轮件有分享过 其实实际找人演出 那首歌的成本都会比较高 非常的高 而且在制作上也会很困难 是 因为就像大家去听演唱会 就是现场版就是布莱谢演奏会 是 会跟实体 我们听到原生代的配乐是有落差的 对 因为有些音语是乐器达成不到的 所以必须靠电子去挑战 对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大家可以 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这次的配乐啦 因为第一个 我自己很喜欢卫帆老师的作品 是因为 他的歌曲就是很澎湃 让人家可以感受 像近期的 历货 对啊历货也是啊 我好喜欢他的舞系曲 还有一天玉舞曲 哦对 然后还有那个 他的舞曲系列其实都会是走这种风格啦 还有青羊子 青羊子的两首配乐也都是出自他的手 对啊 就是 而且魏帆老师本身也是一个 霹靂系迷 我们从一首歌 我们从一首歌可以感觉到 他应该很了解布莱西 那时候他也有分享过 玉璃金的配乐 哦怎么说啊 因为我记得他是说 他当初接到玉璃金这个角色的需求 玉璃金 有点像是 要做类似像汉青编的感觉 哦 所以其实他的配乐就是 噔噔噔噔噔 对确实就是 就是很 那个系列会出来的 就是那个时期我们印象中的最熟悉的 霹靂布莱西的配乐 对 那会不会有记忆点 我觉得我现在 如果突然间想起他的作品 我其实都还知道 哪些是他做的 但是 我会用一个印象是 很好听 可是我不一定坑得出来 因为好难 对 好比说青羊子 人生那个好难唱 那个 那个真的无法 我觉得 配乐在布莱西来说 算是很重要的一个灵魂 是 因为其实我们在第一集的podcast里面有讲到 布莱西本身是没有没有表情 是 没有办法呈现 以及我们在 有一次我找我朋友来录的那一支影片 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那他要如何去呈现这些张力 他无非就是藉由口白 藉由剧本的台词 再来就是配乐 是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聊了这三块 这个内容 那我觉得配乐也会让我很期待的是说 嗯 近年来满多片头片尾都有就是演唱曲 但是我们家的当家男主角好像没有演唱曲耶 对啊 不知道是不适合还怎么样耶 对啊 如果假设给他一首演唱曲 会不会有点特别呢 嗯 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 或许会有 对啊 因为毕竟苏寒珍 当一个当家男主角 居然没有自己的演唱歌曲 好像有点不够规格 因为毕竟苏寒珍的配乐 从以前以来都是伦解开 我们熟悉的苏寒珍的配乐 都是伦解 有一段时间是给黄明威老师制作 那首歌也用很久 对啊 白脸还真 对啊 也很代表苏寒珍的一个形象 是 那这次由张卫凡老师来演奏这个内容 我们也期待会不会有 最熟悉的苏寒珍 谁是大英雄 你知道谁是大英雄 我知道啊 那个最原 啊就是那个色调英雄的 对啊 东斜西毒 我会想到那另外一部 登登 我会一直想到 对啊 就会一直想到搞笑版那一部 对啊 东城西酒 对啊 那这个 我们就会很期待说 会不会像 最近有些旧角色登场 他会用以前的配乐来修改出来 会去用修 就是等于重制 重制 那会不会 PT特别去买版权呢 因为我看到讨论剧 有人讨论这件事情 对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 那是最原始的苏寒珍 会很期待这样子的呈现 对啊 而且 苏寒珍大电影 真的是消息放到现在 隔好久 对啊 从2020到现在 等到头发都白了 等到体重我都胖20公斤了 哈哈哈哈 受死 好啦 我觉得这部分都是我们的期待度 那实际上演出 我觉得大家就是用票房来支持电影 因为第一个是 我们的支持度也会影响到 布莱西的下一部作品 会如何呈现 对会不会呈现出来 对啊 大家也许可以继续用串流平台看 那我觉得 可以给予一些 真的用新制作的电影 给予一个机会去看 即便你没看布莱西 也许你可以用另外一种 方式来体验这个东西 是 对啊 把它当成一个 全新的东西来看 也觉得蛮有趣的 尤其 我相信他们以素晗珍来做开端 也是也想要这么做啦 对啊 因为没看过布袋系的人 都会觉得 啊那么多人会不认识 对啊 那这一部就是一个很好的 这一部就是 让你纯粹认识素晗珍啦 对 很好去认识啦 对啊 尤其这一次素晗珍的造型 它就不是照着我们 有一支影片讲到素晗珍 基本的 对 它要有什么样子的元素 这一次除了 涮摸美还有 其实连贯 其实那时候你也讲到 还是有啦 只是它做了 更大的修改 对啊 那它会用其他方式来 那我其实超爱这尊素晗珍 对 这是二十几年来我最爱的一尊素晗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哦最爱的素晗珍 我还是会投给九皇座版本的素晗珍 你是说前面那个儒生版还是后来的 不是不是后面的 后面的 后来的那个版本 我觉得那一尊就是我一看就是 对就是它 就是要这样 就是要长这样子 这才是我熟悉的素晗珍 有黑色 有白色的元素 哦那我比较不一样啦 在电影版出出来以前 我最喜欢的是龙城圣影的素晗珍 龙城圣影的素晗珍对我来说 有点改变太大 就是我那时候的 哦太悔了吗 那时候对素晗珍的印象不是 就是应该说龙城圣影在播出的当下 我并不是作品在看的 所以我还是保留素晗珍是最 原本那个脸比较 选色外衣然后大饼脸 对 哎呦你居然说出这个 人家最常给素晗珍以前的事情 就是素晗珍的脸比较大啦 对可是很多树迷是非常不能接受的 就是不能这样子讲 而且还不能讲老树 对可是 好啦我觉得那个只是让 蛮多戏民可以有一个话题讨论的部分 我们这样子讲 那其实 我们在第一集有讲过嘛 我们最喜欢的角色其实就是素晗珍 那个不是说 哦我们爱他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其实我们很多角色也都喜欢 对啊我很博爱啊 蛤什么 我很博爱的 我很多角色都爱 我想说你在说什么我很博爱 蛤 吾不爱 吾不爱你喜欢 没有啦 好再来就是素晗珍他的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情怀的寄托 对 我看霹雳不爱系就是要看素晗珍 对很多人都这样子讲啊 对所以近年来很多姓名都说哦现在没有素晗珍不叫霹雳 对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就是霹雳公司他想要给素晗珍全新的套路啊 我们不希望呃好比说我们我自己在当还不算是正直的YouTuber 可是我跟其他YouTuber聊天过他们不希望他们被定型在同一个印象里面 对 所以他们都会做不同的突破 所以我觉得霹雳公司也是考量这一点 希望给素晗珍全新的系列 就像我在影片中有提到的就是呃 素晗珍的规格有点像刘德花等级 对 他不再只会拍我们常见的可能周波剧等像八点档那类的 他可以是其他有全新的突破东西由素晗珍来演出 由素晗珍带领其他的同志们一起往前冲这样子 对啊 而且刚才我们讲到造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再去看三十晗珍的那个网站 啊对 里面有历年来素晗珍的造型 但是我觉得有几个造型是有遗漏啊 对 以及错灯 因为其实我们下一集下一集聊布莱西的时候 我们会提到布莱西造型 是 那我这集先提到的是说 我觉得有一个也是很好看的素晗珍 但他没放上去 他没有放上去 而且当年只出现几集就就换成现在大家最熟悉 那个时期的素晗珍 是 黑道跑版 但是那个时候是少数素晗珍不是穿黑色 他不是用我们最印象深刻 而且他的脸是瘦的 是 是霹雳狂刀在素晗珍使用完怒火烧尽九重天闭关之后 对 重新再出的 短暂出场 而且那个时候的素晗珍是短头发 不是 不是到 就是他的头发会比较短一点 不到那种那份利落短发 是 他只有到可能就是我们以前国中生到了那个肩上的造型 而且他很前卫 他的病角有头发放下来 对 可是虽然只有放那一小段时间而已 他后来又把它放回去了 其实这个造型到后来真王季之后 也就是风起云二出登场的那个版本之后才开始这样子做的 对啊 所以他算是很前卫 而且他当时的莲花冠 是 对有堆叠的耶 就是有堆叠 以前的素晗珍莲花是那种好几片大片 对 就是一朵莲花 你现在返回去看那一针素晗珍 他算是真的很漂亮 我自己觉得 我也觉得很好看啊 可是像我爸看的时候很败的 然后 好像有一个小八卦是说 那个偶头是普生大师 对就是后来 好像后来就被装成神鹤啄木 就是 所以我们再也看不到那一针素晗珍 对啊 已经不在了 可以看 大家可以去那个pd app吗 对啊 霹雳狂刀 有 应该在四十几集 那个时候都还是这个造型 好像是吧 好像到五十集 那时候滴血认清的时候才又换回来 而且他在滴血认清的当下突然就 就变回来了 好 那我想说 就是 可是我 必须说我以前是也比较喜欢 王朝版的素晗珍 王朝版我比较喜欢 第二个 因为王朝 我们刚刚讲那个滴血认清的版本的时候 他的头发 比较乱 对 然后那个时候的垫尖也没有做得很 对就感觉好乱喔 然后是 后来 他又在 好像王朝有一个第二次在出场的版本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时候他 得了一个毒 就种了一个毒 夜梅花 夜梅花 所以他半夜会变半寿人 你看素晗珍的系路真的是很广 很广 对 那还有一个造型也是没有出现在这里面 就是 我觉得可能对他们来讲那不是素晗珍 可是 那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普生大士版本 他是素晗珍吗 对他就是没 这个就有点没放到就很可惜 对啊 那另外一个就是披零胸绑 那一支素晗珍 嗯 说是假的素晗珍 对啦 然后还被砍头 真的是有多可怜 而且是被一线声砍头 但那个也是假的一线声 对啊所以其实 那一支素晗珍也是蛮 蛮像是我们 印象中的素晗珍 因为印象中的素晗珍是会 额头带莲花 手持浮沉 他还有 他还有拿那个金叶喔 金叶 对不对 那他把素晗珍该有的 基本印象都带来了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是天外方界派的 哦 你刚才跟我讲这件事 我才突然间想到 哦原来是这样子 而且 对啊而且你刚刚讲 对就像你讲的 他把 经典的素晗珍都 都是装扮出来了 他甚至 他也整套 他演整套喔 他甚至带当时 登场的地方是 翠桓山 哦对 为什么选翠桓山 因为他是素晗珍最初登场的地方 对啊 会对最早的素晗珍 对对对 他等于就是完完全全 把最原本的素晗珍给带出来了 而且他还带 友谊先生 对啊 还有两个世童 那两个世童还算 甚至让人家以为他是 小金刚 当年的小金刚 跟小玄圆 对啊 诶那个 其实两个人都已经不在了 对啊那个情怀 你看 就是我觉得素晗珍对我们的很多印象来说就是 情怀啦 情怀为主啊 对 即便我们现在在看霹莉的有些片段 其实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喔 只要有素晗珍的 就是霹莉不爱戏的YouTube 只要有素晗珍的片段 通常都蛮高的 通常都蛮高的 通常都蛮高的就是 所以也不要说 哦这一段没有素晗珍 为什么要把素晗珍当成封面 因为你们才会看啊 对啊 我觉得很 这是很现实的 很现实的啊 我觉得这部分也可以让霹莉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也许素晗珍不一定要长期的出现在证据 对 但是他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让人家还记得他 或比如说展魔路时期 天机他算是那个时候的主角 对啊 他也是多少会提到素晗珍当初跟他讲的哪些事情 对对对对对 在跟唐吾玉的时候 对啊那留下一些伏笔 那我觉得这部分就是让人家会比较 让人家觉得哦素晗珍还在 大家还记得他 其实我觉得他有一个蛮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一个主角真的不能演太久 因为会让观众也会疲乏 对啊就是都是他 你还记得前几年其实素晗珍演的七档戏 就是我们包括他有化身的时候 那一那就是从后尼进来录一直到 后来他退场的 应该说他后来离开的羡毛蜂 这总共经历了七档戏 其实那正时期大家都会一直骂诶 就是说哦素晗珍 哦又来了 可是那个时候我也必须说素晗珍的角色 别人是写 我们喜欢素晗珍 可是我们希望他是保留一些 他还是冷的感觉 就是不是 我觉得这也是跟编剧撰写的方式不同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想留到之后再讲 那我们刚才讲到造型 我觉得造型的部分 诶我光看那个桌立就好几套 对啊 然后武器 哦这是在那个预告片里面 我们还要看到类似像 紫燕莲花 对 对不对 就是那一把 在武器试点上面写说是过渡时期的武器 可是那一把也很漂亮啊 对其实那把很满美的 我们家信一做的多漂亮啊 你家信一 我跟他很熟 没有啦 没有啦 没有啦就是 就是我们家春姓 好不好 这样子讲的 春姓我这个 就可以说麻吉了吧 啊跟美人都麻吉好不好 好 那可以看到 好像很多很眼熟的造型 武器造型 武器造型 我还看到类似像麒麟双剑 对因为那把剑算了一点点 但是那两把好像是麒麟双剑喔 对啊大家可以看几分几秒的时候 好这个后面那个后置帮我 YouTube影片版的时候 后置帮我上一下 几分几秒出现的 大家来比对 或者说我们直接贴那张照片来讨论 怎么好像有看过 对啊是不是 然后以及 我们刚才讲到造型 他这次至少 我看到至少有三套四套了吧 我想一下喔 光是在阅历里面出现的 就三套 然后在电影里面还 就是电影前导预告里面 也有戴莲花冠的 戴莲冠的也有一套 这就四套了 对啊 你看说反正 即便没有戏份 还是可以一直换造型 走得搞的 然后再 人家当初奥像龙城 是人的传说也就那一个造型而已 但是奥像龙城那个有换衣服 他有两套衣服 对他有两套衣服 一个是红色的 就是红色 对对对 而且盛情传说 素兰真明明就是算是蓝配 就他造型换得比奥像龙城情 对我是觉得 他有一个是在琉璃仙境的那个 好像布衣的版本 深蓝色吗 对然后后面 另外就有 开始有一些龙纹在上面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 跟奥像龙城决战的时候 他穿的那个比较樸素的衣服 对 对对你看 素兰真本末倒置喔 虽然后面那一尊 有一尊的素兰真有改去正剧演 那一尊也是很 现在想起来那一尊真的很 好美喔好看 对阿 素兰真真的是 霹靂最强地福灵 不要开玩笑 哈哈哈哈 对阿就是素兰真 时时刻刻都存在 对阿我们 讲到布莱戏 无不讲到素兰真 对阿 对不对就是 毕竟冲横三十年的主角 对阿 而且他跟我姐也是童年 哈哈哈哈 我都跟 你说台湾女儿贼吗 对台湾女儿贼 我就要讲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素兰真你看 以前的样子跟现在的样子 你看他到底怎么保养的 对阿 然后现在演到少年兰真 少年兰真跟现在的素兰真 欸 又更是一个差别 对 就是那时候很瘦喔 可是到了现在素兰真 欸你怎么都没变 过了 理论上以你的时间轴 应该过了几百年 对不对 对 说了那么多 我们原本今天要讲素兰真的 生平事迹 结果都讲不到 对阿都讲不到 欸我还整理了很多欸 好比说素兰真的头号死敌 欧阳三十 虽然我们这集有大概讲到 但是我觉得可以 再多一点讨论这一个 当时的剧情 对他这个最大的敌人 对阿 今天真的讲太多 光电影就有好多可以讲的 对阿 因为我们真的很期待这部电影阿 对阿 我最后还是再喊话一下 就是霹雳如果开放手印的话 我 我 我也有一点流量 可以给我一起去看 我有认识Ariel 就是那个 欸你这时候要干嘛 可以找我一起去看 我搞不好可以 把他一些邀请 还跟他一起去看 好不好 记得找我们两个 好喔喔 对 记得帮我喊话 希望是可以被邀请阿 对阿 我会很认真写剧品 好不好 大家礼拜二 记得来看我们的影片 我们之后也会推出很多像 跟不爱戏相关的剪辑影片 但是我们呈现方式会是 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啦 我们希望大家认识的是 就是盖文 认识的是Gavin 就是我 就是盖文Gavin 我认识我阿T 对阿 那只是阿T他比较害羞一点 他不会出现在萤幕前面 对阿 讲了这么多就是 霹雳 记得喔 到时候开手印的时候 找我们两个 我们一定会 帮你们大力的宣传 哈哈 我们是脑粉 进戏院看个20遍 喔 20遍 你要请我 我跟你讲我可能会达到喔 毕竟 磕到都可以16遍了 那素环珍呢 或许有可能20遍也说不定阿 我其人密码看三遍 喔我其人密码 阿其人密码我觉得不准阿 因为它不是霹雳的剧情 可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看阿 我觉得不同的方式 对不同的方式 当然我们最后还是 希望这部电影是可以大成功 是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大概讲到这样子啦 是 那一样 我们来重复一下 就是我们整体的YouTube的规划 跟我们Podcast的规划 每周六晚上八点 是 都会上线就是Podcast 各周会上布袋戏的 那喜欢布袋戏的人 记得来收听 那我们谈的话题可能会比较 不是那么讲剧情啦 那也许后续我们讲到剧情的东西 就会留到礼拜二的剪辑影片 那剪辑影片我们也就是 像前面说的 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展现方式 让大家更认识我跟阿体 我们的想法 所以其实会蛮主观的 那其实我们自己试剪完每一次的影片 里面 我们也是觉得想跟大家聊天 也许 之后比较充足的时间 我们可以跟大家开个直播 直接来聊 当做的剧情 搞不好会更好耶 因为大家会更有互动 然后我们 到时候霹雳就更看到我们 我搞不好可以去主持那个八点霹雳一下 如果他们有再继续这个节目的话 对啊 诶我 我也真的很会干话耶 拜托 好啦 然后每周四我们也会上线 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影片 让大家认识一个 除了布袋戏以外的YouTuber好不好 就是我现在是YouTuber新能 请大家多支持我 那每周六晚上八点 我们就会上线这个 那也请大家继续支持啊 我是Gavin 我是阿体 那我们下周可不可以看 Podcast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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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her 恩 亦 亦 亦 S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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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